这是哪儿啊 完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马儿 你这是把我们拉到哪儿了 请说 不是略营在喊我 那会是谁 楚子复 是你吗 几天大典就要开始了 你在哪儿 你安全通 有请天楚太子殿下代为几天 国师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敢背负加害太子的罪名 众目睽睽 天是昭昭 代为几天吗 太子怎么还不出现 几天是帝王身份的象征 是真正掌权的标志 难道国师 要行祭天大离 眼前的素末 跟十五年前的风云突变何其相似 凤如歌如果真的做了主计 谁又敢有半个不子 百年之忧 一朝之患 街上所独当 而群臣不云 宋太祖赵匡应敢说这样的话 风如歌怎么不敢 就让我一个人来解决所有忧患 不管遇到多少艰难 也由我一人来承担所有功功 而这个决策者 是我 群臣是不可以参与的 这锦绣江山是我苦心经营 如果上天不能给天楚一个 称职的储君 那我还能怎么办 即时已至 有请天楚太子殿下 代为祭天 太子回来了 太子回来了 太子殿下 你终于回来了 太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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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天楚太子 代为祭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福西福谷 舒缓杰西安歌 陈于瑟西浩昌 灵眼俭西娇福 方飞飞西满行 武音西繁慧 君心心西乐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次 不管去哪儿 等我和你一起去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 都要让我站在你前面 以后出门记得带保镖 想敲锁我饭碗了啊 没想到你居然在宫里 对了 我见到金叔了 他在哪儿 他不肯跟我回来 为什么 他说有人需要他保护 你知道他跟谁在一起 他没跟略影在一起 略影 谁是略影 他的死士 只是一个死士 真的只是一个死士吗 他这一走 拈牛入海 上哪儿去找 今天就是寂天大典 谁会在这个时候刺杀太阳 而且这应该是你登基前最后一次以太子身份待计 我的冠礼是在两个月之后举行 那你的成人之日就是归正之期 如果国师有意归正 确实是这样 谁会在这个时候刺杀太子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 至少我想到了一个人 除了你想到的那个人 不是还有你吗 你 是你自己说的 他 can Tarzan 我可以问那样 ông说 温哥 想 Tah 你要听 那是 不能 这个 这 不 不要 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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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孟子曰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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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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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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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走 答应何难去何清的是她 现在拒绝阿黎公主进宫的也是她 可这太子殿下这么受委屈 老奴的心都碎了 你先出去吧 我想请一请 是 我现在 有心归正于你 不行啊 冯师傅 我真的不是 受伤参差 我会好 Squat 可是这些女性 有很多我 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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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你 可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爹 快进来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不回家 禀告岳父大人 刚得到消息 我父王病了 那些赤猴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重大的消息 我一点都不知道 岳父大人息怒 这件事情不怪他们 就算那白嫡 也没几个人知道 你是想趁这个时候回去 我父王这些年身体欠家 早就有了退位的想法 这个时候 你那个弟弟也不会闲着 敢等着你来夺位 是啊 所以才需要岳父大人相助 你说说看 我们想在京城 多住一段时间 请岳父大人 结交一些天楚的达官贵人 通过这个帮你造声事 好让你父王知道 你不光有钱 而且在天楚 还很吃得开 正是这个意思 我不但叫父王知道 更要整个白嫡都知道 我顾昭辉在天楚 也是盛名昭著 光凭这一点 还不足的 那你就不要乱先 那是出来 我创业 那对 这他人 还会 回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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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